小家庭种丝瓜,怎么种才产量高? 今天分享五个小方法 一,室温播种 丝瓜原产于热带,其特点是耐热、洗光 生长发育最适宜的温度为20-30摄氏度 种子发芽,最适宜的温度为25-35摄氏度 温度低于10摄氏度时发芽困难 温度低于15摄氏度时发芽缓慢 因此,对我国大部分地区来说 谷雨智立下这段时间是露天丝瓜的拾波期 二,深挖种植坑,已在小撞苗 丝瓜成猪后覆盖面积大,也比较高产 小家庭种丝瓜一般两三颗就够了 由于丝瓜种发芽比较缓慢 对于初学者或者小家庭来说 建议直接埋取撞苗 丝瓜虽然对环境适应能力强 但是种植在土层深厚,土壤疏松 保水保肥的土壤上生长得最好 此外,丝瓜虽喜事但是不耐烙 因此,在种植丝瓜的时候 要避开地是低洼的积水地 最好种在排水良好的地块 在种植时我们可以挖一个较大的种植学 让根部土壤疏松,利于它的生长 三,不同阶段,需水不同 丝瓜在移栽后要一次性浇透水 此后的反苗期少浇水 丝瓜在用苗期需水量少 浇水过多不仅容易导致旺胀 而且不利于根系的生长 因此丝瓜苗期可以少浇水 丝瓜做刮后对水分的需求量逐步增大 土壤的湿度要不低于70% 浇水可以小水勤浇 土壤湿润不仅节瓜多 而且瓜的生长速度快 当丝瓜节瓜后我们要加大浇水量 这样才有利于丝瓜高产 四,种施有机肥,搭配叶面肥 丝瓜是一种洗肥作物 宜在丝瓜时最好上足底肥 在种植学 放入适量腐熟的有机肥和少量复合肥 此后的反苗期和幼苗生长期不用施肥 丝瓜进入开花节瓜期后 对养分的需求量逐步增大 追肥上可采取多次少适的原则 肥料以发酵粪肥或饼肥为主 对于小院或者阳台种菜的朋友 也可以每隔时天喷一次百分之 0.30酸二氢钾液面肥 连续喷二至三次 能显著地提升丝瓜的产量 此后,丝瓜每采收一次 最好追尸一次腐熟的粪水 尽量做到茶茶追肥 五,保留二至三条壮枝 及时打插银蜜 丝瓜是一种攀爬能力很强的植物 幼苗长到30厘米左右 时要及时搭架银蜜 也可顺强而爬 丝瓜在生长过程中会长出很多侧枝 我们只需要保留二至三条强壮的侧蔓即可 其余侧蔓全部减掉 这样做可以集中养分供应 有利于多开花、多结瓜 对于长势比较旺的瓜羊 还要打顶 目的是抑制它的营养生长 促进它的的生殖生长 在修剪枝条时 要把瓜羊下部的老叶、病叶、黄叶全部减掉 增强妖苗的通风透光 这样做起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又对丝瓜高产很有帮助